LC2椅可以说是在著名的乐克比翼设计家具系列中 最被大众所认识和最成功的品项之一 LC2椅配有柔软诱人的坐垫 让人一看到这张椅子就忍不住想坐在上头释放压力 在当时造型新颖摩登的LC2椅自带稳重感和舒适性这两大优点 成为在精英绅士俱乐部中的首选家具 LC2椅是乐克比翼与夏洛特贝里安 还有乐克比翼的表弟皮耶尔·朗纳雷 三人共同合作的设计家具系列中的一个品项 此合作系列中包含了储物柜、桌子以及椅子 一个经典的风格足以在设计史上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 LC2椅在全球获得了标志性家具的名望 将促进对话作为设计目的 这把扶手椅于1929年在巴黎的秋季沙龙展出 并成为现代家具概念的原型 创作者以家用装置定义LC2扶手椅的定位 1928年 以现代设计主义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 这两项头衔文明的乐克比翼 受到贝里安的影响 他进入了家具设计的领域 乐克比翼成功将他的建筑哲学应用在家具设计 将人类需求视作他的设计核心 因此LC2扶手椅就是一张为了让使用者 休息和放松的座椅 软电篮子这个词 曾经是设计创作者们用来称呼他们的新扶手椅 同时也是挑战19世纪英国对扶手椅概念的结果 设计师的目标是制作一张非常温馨和极其舒服的扶手椅 同时该扶手椅也保有当时流行于国际的极简主义原则 这个设计目的在当时是除了乐克比翼之外 没有人开串过的 为了展现优雅简洁与功能性 LC2扶手椅除去了过多的装饰或资产阶级的象征 设计着重去凡就减 只保留本质的精髓 使扶手椅的外观非常简约和纯净 LC2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它的镀铬涂层框架 椅架是由底座格栅和三个圆筒钢管组成 扶手椅的两只前脚是同一根钢管 这根钢管环绕着扶手椅的整个周边 并为坐垫提供支撑 由于制作椅子时所使用的弯曲钢管工序 正版的LC2椅其实并没有干净利落的90度钢管折角 反而许多仿制品使用多个独立钢管 以45度角切起切面并焊接在一起 从而形成90度的锋利钢管折角 后椅角是由焊接在外围的两根垂直钢管制成 LC2以四只椅角的光滑表面都是采用电镀镊钢 最后用一根细细的圆形金属细杆将所有的钢管框住 不要小看这根细细的金属杆 它能提高扶手椅的结构强度使其更加坚固 框架的最后一个元素是平面格栅 它焊接在四只椅角上支撑着所有的软坐垫 整个椅子框架形成了一个篮子 可容纳非常厚和有弹性的方形坐垫 坐垫是由高密度泡棉制成 泡棉之外还有羽绒材质或Dekon人工纤维棉絮包裹坐垫使之柔软 L-C2E总共有五个软垫 两个作为扶手一个作为靠背 另外两个作为坐垫 分辨真为L-C2E的方法除了上述所说的钢管角度 钢管之间的焊接工法应该是谨慎平滑有光泽 高密度泡棉坚固 而且周围还有高密度泡棉框架围住 以套的皮革之所以独特是因为 为了维持皮革的高品质 皮革都有特定的出产地 皮革表面柔亮、坚韧 且带有天鹅绒般的光滑感 L-C2E提供了出色的舒适性 让人坐在上面就能身心放松 它不仅迎合了人类的生理需求 视觉观感上 以任何审美角度来看都是崇高的评价 如上所说 L-C2E的整体外观非常时尚有魅力 扶手椅的设计比例呈现视觉上的平衡 外部框架使其看起来既通风又轻盈 即使经过了九十几年 即使当现代主义不再是一个奢侈或激进的概念时 L-C2E没有因此过时 也没有变得沉浮 它看起来仍然像是新世代的设计家具 充满现代感 L-C2扶手椅还有另外一款保有经典设计的环保版本 多亏了Casina研发中心和米兰理工大学的研究合作 Casina实验室采用可续性的材料和生产程序 制作泡棉塑充物做电秤和钢管 L-C2E和她的姐妹L-C3E她们几乎就是双胞胎 两者间的不同是她们的尺寸 L-C3E就是放大版的L-C2E L-C2E的全名是L-C2E小型浮手椅 而L-C3E的全名是L-C3E大型浮手椅 虽然L-C2E扶手椅已经是祖父级的家具 但她至今都还在继续生产中 她目前是由Casina制造并发行 Casina拥有乐克比义基金会所认证的全球独家许可 每一张椅子的钢管上都会刻上Casina公司名称 产品序号以及乐克比义的签名 椅子都是在意大利生产制造 虽然L-C2E扶手椅最受欢迎的是银色镀铬框架 但顾客也可以从乐克比义在1930到1950年间 开发的彩色键盘中挑选椅框颜色 由于经典的外观 我们可以常在电影及电视中看到扶手椅的身影 其中最出名的是英国BBC制作的影集 《新世纪福尔摩斯》中 由班乃迪克康伯败曲主演的福尔摩斯《陈思》的位置 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 1998年的电影《谋杀绿角指》中 艺术工作室内的摆设 2019年由奥斯卡影后瑞尼奇维格所示 关于歌曲《Over the Rainbow》主唱人 Judy Garland 的人物专辑电影《朱蒂》中 看到LC3沙发的出现 在座椅系列中除了扶手椅 还有沙发以及脚凳 沙发就和扶手椅一样有两个尺寸的版本 LC3沙发又分为两人座与三人座 最后来到价位的部分 脚洞的价钱是美金2830元到3145元 折合台币约为新台币87000元到97000元 LC2扶手椅的价位是美金6120元到6555元 折合台币约为新台币189000元到22000元 LC3扶手椅的价位是美金6357元到7530元 折合台币约为169000元到232000元 小型沙发的价位是美金9675元到10330元 折合台币约为新台币299000元到319000元 大型沙发的价位是美金11500元到16800元 折合台币约为新台币355000元到519000元 今天说了关于LC2扶手椅的故事 之后我们会再介绍系列中的另一个品项 LC4E 谢谢你们今天的收看 拜拜 拜拜